主兄不用遗憾 我等回头将杀他的凶手碎尸万段就是了 可惜为了怕他被人发觉破绽 我们位在其身上中下标记 否则的话就可以轻易将凶手找出来了 不过这也没关系 我们已经将战州上大半人手都放出去了 他们绝对跑不出此地的 由大长老亲手赐下天玄罗盘 虽然不必担心他们逃掉之事 唯一麻烦的是那些东西不止一件 并且不知道是否还在万古族人手中 我们也不能让他们情急之下毁去了这些东西 长老们可是交代得很清楚 要将东西完好无损地带回去 这点我自然知道 否则我二人为何一直躲在战州中未弄灭呢 不就想先将目标确认之后 再以雷霆手段夺下东西 根本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吧 按照先前的计划 是先让红灭确认下东西在何人手中 然后再留下标记 通知我们动手的 现在红灭一陨落的话 那东西在何人手中可不清楚 倒有些麻烦的 的确有些棘手 但也不是不能解决 那东西如此贵重 想来在我等大军压境的情况下 绝对不会交于修为低下之人 毕竟我等出动了这么多人手 就是要将绿光城的修炼者 全都一网打尽 低阶修炼者根本就没有一丝机会逃出去 若是那人真蠢到将东西交给低阶修炼者保管 这倒是便宜我们了 如此一来 范围就大大缩小了 我估计应该就在上族中上阶手中 当然真有圣族存在 东西毫无疑问 肯定就在其手中了 这话也对 若是此范围的话 目标大大减少了 上族中阶的交给宇娇对付就好了 那几名上三阶存在 我们必须亲自出骂 让其他人配合 六名领队 留下两人驻守战舟 其他人全部派出去 算算时间外面那些低阶的一族 应该处理得差不多了 没有这些低阶的干扰 用长老所赐的天旋罗盘 那些高阶存在应该很容易确定 大概为止 中年人听到这话 没有接口 但目光闪动下 也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来 这时绿光城附近 经过那些巨鹰和独木舟上银色假式几番搜索后 从城中掏出的一族修炼者 十之八九 纷纷被灭或者俘虏 只有少数隐匿之树比较高明的还藏在附近 既希望能逃得一命 另外几名更高级的存在 则依仗法力高深 早逃得没有踪影 但是那些背声语气的金骄 却在后面同样紧追不舍地追了下去 至于能否追上 则只有天知道了 不过看那些假式和双头鹰仍在附近盘旋搜索 丝毫支援那些灵兽的意思都没有 就可知那些名叫羽骄的可怕 而在这些双头鹰和假式一寸寸土地反复搜查下 附近的山头或者密林中 时不时有一两道顿光 从隐秘之地漠然飞窜而出 接着大群双头鹰或者数条独木舟立刻一拥而上 立即一声惨叫发出 各种攻击将顿光淹没得无影无踪了 而此刻的寒历 已经在远离绿光城七八十里之外 他不久前和那名火月人奸细一番大战 看似颇为激烈 响动极大 但实际上在悄然不下的春梨剑阵束缚后 丝毫灵气波动都未放出剑阵之外 甚至连火月人最后用铜钟发出的一股惊人音波 也被春梨阵玄妙威能轻易地吸收殆尽 故而两人一番争斗 即使离元光城近在咫尺 那些狡翅族人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现丝毫 而当韩丽一将火月人元神回去 马上从其身上搜出了另一个玉瑕和那颗金血丸 然后一把火将尸体化为了乌有 接着他才将宝物和剑阵一收 动用了一张太医化轻符悄然而走 以太医化轻符的真正灵符为能 就是和韩丽同级的存在也很难发现踪影 故而那些四下搜寻的狡翅族追兵 自然不可能破除此福禄神效 结果 韩丽就这般数次在头顶飞过的双头鹰和独木舟下 大摇大摆地飘然而过 这些狡翅族追兵却丝毫都未能察觉 至于大头和绿夫人 在韩丽略一耽搁的时候 也不知道已顿到了何处 不过既然需要隐匿身形 他们顿速自然无法过快 多半还在数百里之内 韩丽心里思量着 人却丝毫停留之意没有 一边留心着附近的动静 一边向追兵最少的方向飞去 一会儿功夫后 韩丽已经远离绿光城数百里之外 肉眼看见的范围内 再也看不到一个敌人身影 他微松了一口气 仍然不敢散去太一化轻浮 谁知道狡翅族的人 是否懂得什么特殊的秘书 或拥有什么诡异的宝物 可以将范围放大到千里之外 韩丽并不知道 这番心思没有白费 就在他眼见离绿波城 越来越远的时候 在绿银色巨岛上空 正有六道黑影悬浮在空中 其中两人赫然是先前在岛上 大殿中说话的老者和中年人 其余四人却高矮胖瘦各异 似乎也身份非同一般 而此刻 在六人团团围住的中心处 一个酷似罗盘的金色宝物 正悬浮在虚空中 缓缓转动不停 在这宝物中间 则一个数寸大的箭头 伸缩闪动不定 在盘上则刻着一圈圈 类似刻度的古怪花纹 同时有一个个金色符文 从盘中涌现而出 飘舞不定 在六人眼中 闸也不闸的凝望下 漠然箭头在转动数圈后 突然一颤 定住不动 箭头一阵杖缩下 也一下停在了两个古怪的刻度之间 微微闪动 好了 第四个强大存在也已经锁定 你们四个量量行动 去给你们说的 两个坐标附近寻找 其余两个就交给我们二人 从反应的强烈程度上 他们应该是上足上三节的存在 不过你们找到人之后 尽量先别急着出手 等我们解决了其余两人后 再马上与你们会合 记住 若是他们打算毁掉东西 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 你们四人 一人带两头羽胶随行 如此的话 就万无一失了 是 既然已经记下自己的坐标了 马上开始行动吧 即便最近的那一个 也在数百里外 中年人也在一旁吩咐 那四人 自然连连点头答应 随后就见老者猛然 口中一声长笑 顿时下方银色巨岛上 漠然金光一闪 一口气又飞出了 十余头金色雨胶来 几个闪动中 就到了六人头上 飞舞盘旋不定 老者面无表情地单手一挥 顿时身旁四道人影 化为四道顿光 击射而出 那十余头雨胶中的八头 也一下随着四人飞射而走 原地只留下两头雨胶 老实地待在原地 一见自己的手下出手了 老者目光往身前的罗盘上一扫 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的表情 漠然单手一掐绝 大出了一道红光 结果红色发觉一闪 没入罗盘中 中间的指针再次转动起来 但是磁宝缓缓转动了两下 指针就指着某个方向不动 那个方向正是韩力逃亡之处 怎么回事 图兄还是不放弃那个方向 不错 罗盘对此方向也有反应 但是忽强忽弱 强势似乎是所有方向中反应最强 弱势丝毫反应都没有 这就着实有些奇怪 看来要么是拿人身怀异宝 能够影响到天旋罗盘的感应 要么是这人法力真的不弱 施展某种神通遮掩住了自己的修为 让天旋罗盘也无法确定定位的 也许罢 但是若是前者还罢了 若是后者则不能放过 这样吧 先派两只鱼胶去搜寻一下这个方位 看看到底有何种情况 等有了结果 你我就已经处理其他方向完毕 到时候再去一趟也不迟 徒兄此做法是老成之举 就如此吧 若是顺利的话 半日功夫就可解决此地事情了 中年人黑黑一笑 显然此位觉得 从一些炼虚级手下中 抢一些东西并不是太难之事 老者文言点了点头 口中一声力喝 剩下两只金色羽胶 在二人头顶略一盘旋 猛然扑向了老罗所指的方向 片刻后 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面 老者和中年人没有再迟疑什么 顿光一起化为两道惊鸿破空射出 所去之处却是不同的两个方向 其中一道的鸡舍途中 突然白光一闪暗淡起来 最终变得奇怪无比 若有若无了起来 另外一道惊鸿 在飞出了十余里后 则喷的一声 一团紫色云雾爆发而出 将顿光淹没其中 过了一会儿 云雾略一翻滚溃散 竟然空空如也了 一片丘陵上空 一名脸色枯黄 投生一对怪异处须的义族人 骑着一头仿佛壁虎般的灵兽 在离地树丈高的低空处 向前飞行 此壁虎看似不大 只有丈许来长 提表其泛制一层淡黄色的霞光 和下方的地面土色一般无二 在此霞光的遮掩下 从高处看去 义族人和壁虎的行迹 隐匿已长 很难用肉眼观察出 他们的踪迹 义族人在驱动 身下灵兽飞行的同时 自身也时不时地 向后张望着 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此人修为有恋虚出气 却不是律夫和大头人中的 任何一位 看来当日绿光城中 除了韩丽和大头四人之外 还暗藏着其他高级存在 他们也不知如何隐瞒过大头人的监视 并没有和其他高级义族联系 但话说回来 这位倒也是精明一场 他在城中一直隐瞒修为 根本不想和大头等几名同节存在混在一起 省的目标太大 引起较吃足的注意 并趁着城门打开之时 悄然地混进低节义族中 逃了如此之远 现在义族人离绿光城 足有千余里之外 按照通常情况 算是安全 但是此义族脸色仍然是阴晴不定 不知为何 从前不久开始 他心头隐隐有一股不安笼罩 仿佛大祸随时临头 而他们心魅一族 在雷鸣大陆上只是一个小族 但在对一些危险的感应上 却有着外人罕之的天赋神通 故而对此预感 他丝毫也不敢轻视 小心之急地注意着四周的变化 突然他神色一动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双腿一夹之下 坐下的庇护灵兽 一下停止了行动 同时心神感应之下 目录一对鲜红眼珠 刺下打量个不停 而异族人本身 头上一对触须也随着眼珠转动 扭曲晃动 忽然异族一侧的虚空中 爆发出一团白芒来 里面隐隐一道人影闪现而出 一抬手一道冲天见光一盏而下 金蒙蒙的剑气 要目之急 只是一闪就到了异族人身前 异族人一惊 防不胜防之下 恐怕还真只能束手待毙 但幸亏刚才有所警觉 故而身前突然黑光一闪 一面黑色小顿诡异的浮现 同时提表一身污名 竟放出了赤黄绿三色的诡异护照 而下方的庇护也猛然一抖身体 那根奇长的尾巴 一晃的化为了一根黑影横扫而来 同时再一张口 一团绿色液体 喷向了白光中的人意 此液体腥臭异常 让人闻之悦 此一族不愧为炼虚级存在 竟然在这一瞬间的功夫 做出了如此多的反应来